那么今晚我们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文章是 人生有三错 一步踏错 一生错 人生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会经历无数选择 自然会犯很多错误 人非圣贤 孰能无果 大错不断 小错常有 人之常情 但活得清楚的人却知道 人生如棋局 不容而戏 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人生在世 有这三种错误 一定不能犯 因为 这些错误常常让人踏空人生 精子受伤 重则伤进动骨 甚至半生轨迹改变 一 错把平台当本事 所谓自知者明 人第一要认清的是自己 面对功劳 也一定要分得清平台的影响力 和自己的实力 有才华的人很多 但成功的人少 就是因为拥有了适合的平台 没有平台 英雄也会无用武之地 平台有多么重要呢 白眼松曾经开过这样一个玩笑 把一条狗前进中央电视台 每天让它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中 露几分钟脸 不出一个月 它就成了一条名狗 好的平台 往往放大一个人的能力 但历令至婚 很多人往往在背靠平台资源 闪闪发光的时候 忘记了 因为谁 才站在舞台中央 乔家大院里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考场上 卖花生的穷秀才 孙茂才 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大商 乔志雍 当时的乔志雍 正为自己的商业帝国 寻求人才 孙茂才一番昆蓬理论 为自己赢得了 加入乔氏旗下的门票 至此以后 人生崛起 随着集团发展 乔志雍富甲天下 孙茂才也因为功劳显著 正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人一旦有人捧 常常就失去了方向 于是各种膨胀 也接踵而来 自以为功劳很大的孙茂才 开始走偏 竟然动了 想要谋夺 东家财产的心 最后 被乔志雍 踢出家门 孙茂才 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离开乔志雍 自己什么也不是 他找到了乔志雍的对手 达胜昌的崔掌柜 想要重新谋职 他自信地说 我能帮乔家成就大业 也能帮你赚到大钱 但他错了 随掌柜给他浇了一瓢冷水 孙茂才 你要清楚 不是你成就了乔家 而是乔家成就了你 没有乔家 你至今还是那个在考场上 卖花生的穷秀才 他把自己当回事 成了悲剧 孙茂才 客死他乡 连送中的人也没有 结局悲惨 这时候 他才清醒 平台是平台 你是你 背靠平台的时候 重心捧月 离开了平台 因为缺少去光灯 再也不会发光 做人最大的无知 是认不清所处的位置 作家李上龙说 别把平台当作你的能力 你要明白 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 离开平台剩下的 才是你的本事 这是一个功利的世界 越是大的平台 却不缺人才加入 真正聪明的人 知道位置是别人给的 荣耀是别人捧的 他们从不沾沾自喜 而是低头低调 将平台的资源和优势 转化成自身的价值 为未来架起桥梁 第二 错把脾气当性格 生活中 我们有时候会遇见 这样一类人 脾气很臭 一点小事 就让他们暴躁不已 脾气发完 还不忘说一句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这确实是一个 个性解放的时代 但个性解放 不等于随处宣泄情绪 也不等于滥发脾气 性格反映的是 人的综合能力 不容易改变 脾气 却是对某一件事 某一个人的态度 往往随着环境变动 错把脾气当性格 摆不正人生定位 不合时宜地发脾气 还标榜性格 往往危机倍增 三国时候的名将张飞 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每次喝醉酒以后 就喜欢胡乱发脾气 经常鞭打自己的部下出气 一开始 因为有关于和刘备的提醒 张飞对自己的臭脾气 有所约束 也没有引发什么极端事件 但是 后来关于死了 刘备太忙 张飞的人生 也危机四伏了 一次 他接到刘备让他 讨伐东吴的赵令 就让自己的属下 范姜和张达三日内 完成全军出战的筹备任务 没想到 范姜和张达稍有质疑 想要宽限时间 就引发了张飞的怒气 他将两人绑在树上 各抽五十边 还扬言 完不成任务 就要布下的命 忍耐有限度 范姜和张达两人一合计 张飞打骂 也不是头一回了 横竖誓死 不如先下手为强 自己找生路 于是 趁张飞 醉酒熟睡的时候 割了张飞的向上人头 投奔了东吴 任何事情都有反噬 化脾气引发的 心理积怨一事 人一时 却未必忍一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没有人永远不发脾气 然而 过于自我 角度偏执 心怀抱怨 无休止 总有一天 会让世界失去 对你的耐心 或早或晚 怒气会反弹 最后 可能让人 自食其果 人生 万丈不复 美国作家 马克图文说 在这种变化莫测的陈诗上 于是 还是尽量把吻一点才好 吻就是沉吻 就是沉得住气 凡事不论多么紧急 总有他的解决之道 如果你不能沉住气 快速理清思路 就会失去思辨能力 眼睁睁地 让事态 愈加不可控 人生 往往赢在和气 输在脾气 适当地克制坏脾气 学会谦让 包容 忍耐 才能让感情长久 人生的路 才越走越宽 第三 错把损友当至交 很多时候 周围的人 就是我们的命运 有一种很扎心的悲剧 就是把损友当知己 被坑了 还帮着数钱 前不久 有这样的一条新闻 被广泛关注 江苏扬州的沈大哥 被交往了二十年的好友 给坑了 大哥说 自己的这位至交 突然向他借款 自称正在筹备化工厂 利润很可观 但是资金不够 需要周转 因为关系太铁 沈大哥想也没想 就给了对方四十五万 后来 这位朋友 又三番五次地来借钱 前后居然高达了 一百五十九万 其中有一部分 还是沈先生 透支了信用卡 才凑齐的 但是 到了还钱的时候 他才知道 化工厂 子虚无有 朋友 人间蒸发 钱 早就被挥霍了 而为了不让自己失信 他不得不把房子和车 给卖了还债 原本手头还宽裕的他 竟然因为误信了朋友 瞬间倾家荡产 没有智慧的善良 都是愚蠢的 人的关系中 无底线的走得近 是一场灾难 无底线的信任 也是一场灾难 孔子曾把朋友分为两类 一类是义友 一类是损友 他说 义者三有 损者三有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意义 有便僻 有善柔 有便宁 损义 意思是说 好的朋友靠谱 正直 诚信 格局也大 不靠谱的朋友 表面看着很好 实际 如同小人 带着极大的杀伤力 朋友也分 三六九等 交信对 但是 一定要认真分析 实际情况对待 涉及到金钱来往 或者无理线的邀约等 有风险的情况 万万不能偏听偏信 一定三思后行 要不 真得毁一生 每个人的修行 都是终身的 人生踩偏几步 无所谓 有时候 也只是意识的遗憾 但错把平台当本事 摆错了重心 容易失衡 错把脾气当性格 放纵了私欲 容易陷落 错把损人当知己 误读了人性 容易被吞没 因为 当我们犯 拎不清位置 掌控不了自己 识别不了人心的时候 这样的错误 很可能 就会颠覆一生 我们连 重新来过的机会 也没有了 人生不易 且行 且走 且反思 才是正途 走好每一步 才能走远一大步 要看清 才能长远 这些担心 走完 尽 到 这些担心 没有 可 啊 只是